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呢,是2020年10月1日 这正好是两个中国人的重要节日 正好重合在这一天 一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1周年,也就是国庆日 还有一个是我们传统的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这个碰巧呢,大家都赞同的 就是说,这是把家和国碰到一块了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情节 叫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 这是跟别的国家有所不同的 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 有些中国人自己也不了解中国 被一些外界的一些不惠好意的批评啊 抹黑啊,就动摇了 认为我们,你看 经常每年到了庆祝国庆的时候啊 网上有一小撮的人就会跳出来讲 啊,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中华文明已经5000年了啊 你这个是70年的 怎么能把它混为一谈呢 你这是病剧 哎,你要是抠字眼的话 你可以怎么说啊 中国,我们的祖国是有5000年文化 是吧 我们的这个新中国是成立在70周年啊 但是啊,它是我们 这5000年文化的一个凝聚啊 一个代表,一个象征啊 还有人说,哎,我们也爱祖国 但是国家不等于政府啊 政府不等于什么什么 这是一种典型的一种言论 因为这种言论目前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你们想的太弱智的啊 太弱智的 这是那些美国特务喜欢讲啊 你看我们批评政府什么呢 哎呀,你政府毛病多了 肯定得批评啊 是吧,我们啊,我们讲,我们国家啊 法律上,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 对吧,是为人民服务的 那当然,它也是领导人民向前进的 啊,这些我们先略过 讲到这个家国情怀的时候 啊,我们说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情操 也是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啊 那生生不息,历经磨难 但是越来越发展壮大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根源啊 文化基因 中国人说这个家国情怀 那还有一个,这是讲的中国人的这个家国情怀 那么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啊 最你要把它浓缩起来呢 啊,我觉得少不了这两个字就是和和和 一个是和气生财的和 一个是和乎啊,天道的和 那么9月30号啊 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啊 有一个新的说法 就是说那他的口号叫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啊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是我们是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对这个地球啊 生物我们认为应该是个万物和谐的美丽性世界 大家看到没有啊 我们追求的啊 终止目标 这个其实啊 也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 由张艺谋啊 导演的一个开幕式上一个节目 大家没注意到很多人敲着那个叫庆啊什么啊 打的一个字啊 也就是和啊 你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啊 对世界的主张 我们追求是和平的和 而不是啊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 你看 有疫情了 就甩锅给别人啊 有事没事就给别人泼脏水 这呢是一种零和思维啊 就说这个锅里面就这么多肉啊 你吃多了 我就少了 我所以先跟你抢啊 因为这些国家啊 我们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文化啊 他们口口声声的文明是一种虚伪的 因为没有积累啊 没有历史的沉淀 而且这些欧美 这些国家起家 就是靠抢夺啊 靠殖民 靠掠夺 靠战争 而得来的啊 现在到了这个历史关头啊 这次疫情呢 是一支考验 对全世界啊 各个民族 各个文化 各种政治制度 各社会的考验 我觉得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已经给中国人民啊 和世界人民交了一个比较好的答卷 啊 尤其是跟某些啊 超级大国 他们所作所为相比啊 我们是满满的自信 对吧 确呢 都是因为啊 我们是追求和谐啊 追求和平啊 我们追求和平的方式啊 是后面那个和啊 这个和呢 就是和乎天道 顺乎人心的这个和 因为中国人呢 中国人喜欢讲的天道 啥东西 哎 那是天意 那是天道啊 什么是是老天爷 你怎么能说中国人没信仰呢 中国人是个朴素的自然的 唯物主义的信仰啊 你不管是 那些按照西方人讲 哎呀 中国什么佛家 儒家 道家 法家的什么 都不存在 所有的中国人都 他心里面 都有一个老天爷在的 那是主在世间一切的 万物的神啊 而我们就不批评西方那些东西了啊 我们中国人 有自己自信的根源 那么中国人讲和呢 啊 其实也就是那个中庸啊 中国的中是中庸的意思 对吧 不偏不倚 我们走的是正道 今天啊 跟大家分享的课题的标题 就叫佳节双庆 和和未来 啊 和和未来 因为呢 到了十月份 哎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十月是个美好的 值得期待的啊 到今天他来了啊 来了啊 我们说双庆啊 还差一庆是吧 对我们啊 所以PT的用户来讲啊 我们最期待的那份啊 但是他也快了啊 他没有落在这个点上啊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完美啊 毕竟他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我们一直啊 跟大家剖析啊 我们央行数字货币啊 真正的目标 也就是符合我们中国啊 对世界的主张 要构建人类命运 运共同体 它的具体实施的战略 就是通过一带一路啊 通过一带一路啊 是建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不是像那些欧美啊 这些日落西山的欧美超级大国 他们所干过的啊 在人家的土地上搞殖民统治啊 路也走不通嘛 是吧 你看以前英国啊 占了世界三分之一 都是大英帝国的 包括非洲啊 后来他干不下去了啊 慢慢的就放弃了 印度也是因英国放弃了之后 成立的一个印印度以前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啊 他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才能殖民了接近一百年啊 后来英国管不下去了 然后呢 他们成立这个制度上名义上表面上号称是现代化的国家啊 但是你还不如他是我们一个不断的给我们提供销料的一个国家啊 是为什么 就因为他做不到两个和啊 一个和平的和 他经常 他是有一百多个部族啊 不同的宗教 而且划分等级啊 互相 互相在 叫什么呢 各种争斗 各种斗争啊 也不和啊 后面的和就和乎天道啊 和乎天道 啥叫和乎天道啊 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了 比方现在高科技浪潮的 区块链来了 居然提出一些反反人类 反分明的主张要禁止数字货币 这就叫既不追求和平的和 也不追求和乎天道的和啊 所以就成了一个笑话制造国啊 那我们还是高举这个和和平的大气啊 他一个是和平的和 另外一个是和气生财的和啊 我们做DCEP呢 我们将来高举这个和就是要说和气生财 那个和去理解啊 我们跟世界各国啊 跟我们自己各个团队之间啊 我们第一啊 是要打一个盒子当头 因为今天是十月份的第一天啊 我们不太谈我们以前经常谈的话题了啊 将来呢 也要改变一下 那个什么内容啊 做一些调整啊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呢 有些事情该画上句号了 什么事呢 是关于一些疑问性的啊 开不开啊 有没有合作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用再讲了 这个用时间来给你答案就可以了 你耐心的安心的等着就可以了 多说无益啊 我们讲过的啊 三只靴子也好 三颗子弹也好啊 其中一颗我们也不再讲了啊 也就是前两天报纸上到处都有的啊 我们 讲了四百多天 哎 我们讲 几种可能啊 应该在去年是讲的啊 一种是 从事实出发啊 从他的商业逻辑出发啊 从政绩出发 然后 也就是否定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啊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啊 见到的 第三种呢 有可能就像 那个微权群里人说的 哎 给他定成诈骗什么的 那种是概率是更小的 第二种是概率可能性最大的 他也现在已经成了事实 对不对 啊 有某部牵头啊 信誓动众 跨国专服 人家调子都给你定在那了 我们昨天说过 是吧 开始办事的时候 先让你这些基层啊 自媒体 那自媒体他他也不敢乱说 大的方向 大的政策新闻 他敢乱讲吗 啊 他就是 是吧 你们自己假装是民间的一种舆论啊 那就是个CX 对吧 然后那个某某 某市的那个公安局每个月都说嘛 涉嫌CX 那调子基本上 那延续至今啊 这是一个大概率啊 我们讲这个和野市 这种哲学思想 就是什么事都是按照他的惯性在发展 按照大概率 最可能的结果 那现在这个结果已经有了 我们就把思想统一认识到这就行了 对吧 因为我们400多天零零杂杂的啊 你把它拼凑起来 基本上我们的逻辑是完整的啊 关于整个事情的判断分析 目前也就差不多了啊 我们现在迎接一个新的未来了啊 新的未来了 那我现在统一到啊 对这个洋行数字货币的认识上啊 究竟为什么要发行洋行数字货币啊 因为核与天道啊 科技发展到这了 国家发展到这了 技术到这了 我们的资源的到这了 哎 也就是应运而生 对吧 他的目标是第一个和平的和 是为了追求和平 对吧 为了让那些非洲那些用网都不通的啊 没有银行账户的人都能充分自由的体验到交易的乐趣啊 能够顺利的啊 完成自己商品的买卖 对吧 也算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和平的一份贡献 是对那些啊 不追求和的人 破坏和平的人啊 利用自己的特权霸权 欺凌那些弱小的国家啊 就是违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宗旨啊 也是对他们一种无言的反抗 对吧 我们是站在一个正义的和平的啊 全世界啊 我们相信爱好和平的人更多一些啊 我们是满足这一部分的需要的 大家还有人说 哎呀 那都不让讲话了 你这个还还还什么 有谁说过不让讲话吗 啊 有人说那个什么语音你本听吗 那个语音我听了呀 我听了三遍呢 啊 我觉得想这些话 是不是你要把语文老师气死啊 如果没有气死 趁着这过节赶紧给你语文老师送喝月饼啊 话都听不明白 那我们央行数字货币啊 这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啊 他有很高的政策性啊 也有很高的 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 需要自觉的遵守和维护一些事情啊 什么事情能讲 什么事情不能讲 什么事情要换个方式讲 这是很有讲究的 那么作为一个PT的普通用户啊 我只能在自己理解认知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自觉啊 尽可能做到自觉啊 一期追求一种既让大家答疑解惑不不触犯一些啊 会阻碍我们结果产生的一些啊 对吧 你完全不说大家心里各种疑问啊 全部不说啊 大家会想的相反的是吧 那么你要乱说 你不把事搞砸了 你又背不起这个责任 对吧 这个权品自觉啊 对我尽力而为啊 我说的 我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啊 哪方面说的不对的啊 欢迎大家批评 哪些方面啊 违规或者设限违规了 欢迎大家批评啊 本来我们这就是共同的事业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是这条船上的整个船好了 我们大家都好了 对不对 到了十月份呢 那我们 一些事情我们认为已经讲清楚了啊 再去怀疑也好 再去求证也好 都没有必要了啊 因为 我们前两天也透露出来啊 那个数据基本上就是神秘的了啊 再去查币 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信心基础啊 来自于此 有人说啊 项目方的发行什么发行也需要实际的验证啊 不能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 听其言而观其行啊 我们正是通过 我们正是通过查币分析币啊 验证了项目方的发行 对吧 跟我们在六二八之前所体验 跟之后的动作 没有问题 由此推而广之啊 我们所有的这方面的疑惑已经不存在 如果你现在啊 不接受 不理解 都随你啊 随你 你开心就好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精力 也没有必要再去做大意解惑的事情了 事情的进展呢 这主要是消息面的事情呢 我本人从来是 必退必三十啊 因为消息从来就不准确 从来就不真实 很多都是烟雾啊 而且呢 消息是由人带出来的 我们如果过度的较真啊 我们也 难免会伤害啊 或得罪一些不该得罪 或得罪不起的人 毕竟我们是一个普通用户 对不对 没有必要 知道这是有人在操劳 有人在费心 有人在努力 而且啊 结果是向好的 放心就可以 我们更关心的是怎么办的问题 也就是说 可以说啊 做项目来说 这是最大最好 最优质的一个项目 什么就是DCEP的推广啊 DCEP的推广 你想不想 哎 坐上这条大船 那你准备怎么做 这是自己的问题 啊 对每个人的普遍性的问题 我觉得还不如是 你试一下自己的手机号 有没有停机 有时候自己都忘了啊 试一下 打一下 能不能打通啊 欠费的赶紧交着 那个我们一直说的 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 因为这个时间不确定 你要过日子 要挣钱 有些人难免去啊 就做些别的项目什么的 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选择 对不对 你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资源 因为有些项目啊 你一旦把自己的整体的团队 投入进去 你很难再抽身做别的 而且你在现在这个 这四百多天里啊 大多数项目 都还是变成了坑啊 你还是少跳坑为好啊 不是那种分散投资的角度啊 你投一些别的 从个人的角度啊 不带团队的 那是你个人的事情啊 那个 我从来不敢低估 我们拉手肯会员 尤其是各个优秀的团队 领导人的判断力啊 我从来不敢说自己啊 给别人推个啥 别人就会做什么 谁都是对自己的钱 是高度负责的 对吧 尤其是我们的共识啊 我觉得啊 任何一个有远见的 有眼光的人 如果DCP DCP落地啊 这是谁都不会放弃的 我也知道啊 底下也跟一些人沟通过 很多人就是在 啥也不干 就等着啊 因为干别的都有风险啊 干一次 两次三次把人心伤了 这都队伍就不好带了 对吧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分析判断啊 DCP是需要推广的啊 国内国外都要推广的 重点是国外 但是目前的时机啊 这就是什么个核的哲学 后面的核 核于天道呀 目前是疫情 还没结束呢啊 出去真不方便呢啊 这一两年 大自然也好 老天爷也好啊 要对人类好像要什么 要惩罚似的啊 这个疫情 这种病毒啊 它还不断的有变种啊 这个是不得不防的 那么国内呢 也是要推的啊 必须怎么推这种政策 现在真是不得而知啊 没有准确的信息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这个是由谁发行的啊 但是他的推广方式又不可能啊 给你发个文件 就到村村债债啊 不可能的 他毕竟啊 从每一个用户的体验上 他是手机上的一个钱包啊 央行发的是B 但B的载体是钱包啊 我们还不如想一下支付宝是怎么推广的 微信是怎么推广的啊 当然他是私人企业啊 他是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啊 市场化的方式是最有效的方式 不是吗 怎么个激励啊 对市场怎么激励啊 也就是说最大的可能啊 我们也不说什么谁差不谁差了啊 我们讲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概念 叫做社交电商好不好啊 微信啊支付宝 后来的美团呀 滴滴打车都是采用社交电商这种方式 高效的推向了市场 对不对 没有任何一种老百姓人人在用的东西是通过一纸文件能够解决的 因为老百姓关心的自己的利益 这个钱安不安全好不好用 有啥好处啊 这个是要通过市场 市场在这方面他最有效的 而我们啊 我们这个牛逼伟大的啊 呃 B传第一的啊 凝聚了各种团队里啊 很多人啊 以前在做直销也好 就是在社交领域上 社交电商领域确实是很优秀的啊 有的人组织能力很优秀啊 市场推广能力很优秀啊 那种能六个月从零开始做到创世的人 的十多年带着一个团队啊 你可以说他跳了很多坑 但是这十多年人家永远手下就有这些兄弟跟着你啊 你有坑我们一块跳啊 跳完了我们大家继续再找新的坑 没准又找出一个好的啊 就说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啊 都挺优秀的这些人啊 现在有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 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啊 在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平台上继续发挥你的才能 而且啊 是有肯定是有激励措施的 对不对 多好的事情啊 回头讲这个啊 那就是 那就是 对吧 DCEP的市场推广来说啊 他的追求是以和 是以啊 目标是追求的和平啊 但是他 他的方式是和后面一个和 和乎天道啊 和乎人心 对吧 和乎目前这个区块链数字货币的潮流 也和乎啊 这种产品 他所必须的市场运营的方式 你要一个APP 最快的推向市场 你能想出比社交店商更好的方式吗 啊 只是 你愿不愿意干 你想不想干好的问题 不存在 人家是怎么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那个啊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是吧 不要给失败找借口啊 要给成功找理由 是吧 我讲到和的时候啊 那具体的 自己能操心的 能努力的 自己就操心去努力 操不了心的 你就被动的啊 等着天道来合到你身上得了呗 比如说啊 他的进度 他的节奏 什么这里有会 那里有会的 少一点 少去谈论这些 少去操这份心啊 不会落下 啊 不会落下谁的 只要你有心啊 赶上这趟车 我们能做的什么啊 当然是加强学习啊 加强学习 我们 一直都是碎片式的啊 有建招拆招式的 我们包括这个DCEP啊 没有系统化的 我估计到了10月份呢 我们要系统化的 把DCEP的认知啊 让大家重新的学习一下 怎么做市场 我觉得是各自团队领导人的事情啊 我只是个普通用户 我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已啊 有好的想法 我们可以交流啊 哪个牛逼的领导 觉得父母人还可以移用啊 拉我入伙啊 我也是开放态度的 那么今天啊 还是最后祝我们所有的用户啊 双节快乐啊 另外呢 过节期间呢 这个午间闲聊呢 也就暂停一下啊 呃 停个三天吧 啊 初步停个三天啊 我们10月4号之后再见面 那么这次期间呢 群里的规矩还是要遵守啊 呃 那个发广告时间还是在8点以 以前是多少 现在还是8点以后啊 我还是把这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啊 大家手里有些图特产什么啊 欢迎出来展示摆地摊 吆喝啊 红包嘛 我们说了就是礼节性的仪式感啊 也就提醒那些不喜欢广告的人 逼让一下 因为你要卖货了 对吧 就这点仪式感 没有别的意思啊 红包的数额就是一个原则 一分也是爱啊 但是不发呢 就觉得你太没礼貌了 对不对 好了 还是再次祝各位啊 节日快乐啊 开心愉快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